中天Keep Going 健身包 我是鄭一貞 2023年我堅持空氣是自由的 我是簡直豪 2023年我最愛心是自由的 我是張作瑜 2023年我喜歡顏色是自由的 我是作彼自賴政凱 2023年我希望歌話是自由的 你也是嗎 Let's keep going 愛台灣就是讓台灣人過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您收看的是中天 下午的四眼中 歡迎您取所定中天新聞 大家午安 我是馬德 林辰佑 提醒各位 我們剛剛大新聞大爆掛的子頻道 已經結束了 請大家幫我們換個小包廂 來到我們中天新聞的子頻道 來共同收看1617的新聞 那麼當然在今天新聞一開始 元旦1月1號 要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也希望2023年 大家能夠繼續Keep Going 繼續向前走 那麼現在就要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大家要轉到 我們中天新聞的子頻道來 因為我們在中天電視 24小時的直播 都是一直持續Live的 那麼影片是沒有辦法封包 可是如果你雙開 或者是轉到我們子頻道 來收看的話 子頻的影片是可以封包的 就能夠幫助中天 繼續來累積流量 實質來增加中天的營收 而且還有機會 把我們中天新聞衝進發燒榜 重點是子頻的影片 是隨時都可以回來補課的 不像24小時的直播 播過去錯過了你可能就看不到 而且子頻的影片 也能夠更方便大家分享出去 讓更多好朋友們看到真相 也讓中天監督的力量 變得更加的強大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1617這兩節的新聞 我們首先當然是會先談到 有關於還稅漁民的部分 操徵了這麼多的稅收 難道政府都不想要還稅漁民嗎 以及中美的戰績 驚險的在南海上方 是差一點要碰撞到了 這個我們兩節的新聞內容 都會來為各位報導 當然今天我們要先來跟各位 在線上的好朋友們打聲招呼 有看到了陳帥哥 尚品 陳崇氣 廖玉珍 還有蓋瑞 蓋瑞說元旦梗圖只有在紅薯芬 辣碗爆廚就登場 昨天在直播的時候 還有親自見到蓋瑞 還跟我在那邊唱歌 然後看到QZH 他說很低的男人 不會啊 181應該算是蠻高的 還有陳崇氣 金池 VV 大家午安 歡迎各位都來到我們的子頻道 記得來到我們子頻道的時候 要幫我們把這個連結分享出去 也讓更多人 共同加入到中天新聞的行列 好 這一節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要來看到 在每一次跨年的時候 都會有非常多的車輛 遠停在 微停在高架橋上面 為的就是要一堵台北101的煙火 但是這樣的做法也會造成了 後方的車流圍堵 非常的危險 但是昨天還沒到12點 西五的高架橋上面 就已經有了不少車輛 微停停在路間等著看煙火 因為在南向的車道 看不清楚101 所以往年微停的車輛 都是集中在北向車道 國道警方在昨天就動員了36車 一共59個人管制了北向路間 沒有想到這一次的違規車潮 居然是出現在南下路段 造成了塞車 巡邏的遠景也立刻鳴笛驅趕 重罰帶頭為停的車主6000塊 警方也表示將會檢視 搜證的錄影畫面 只要認定有違規事實的話 一律會開膽稿發 車禍的訊息來看到就是在苗栗縣 苗栗縣凌晨發生了一起車禍 這是一輛由呂姓男子所駕駛的 白色自小客車 行經苗栗縣140線道的時候 失控撞上路旁的兩輛轎車 現場零件散落一地 這個事故現場看起來是觸目驚心的 而這輛白色自小客車失控暴衝之後 先是逆向追撞了停放在路邊的 兩輛轎車 更是直接撞斷了電線桿 於是就連車帶電線桿一起 摔進了田裡頭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警方也初步排除酒駕的可能性 但是確切的肇事原因 還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好 當然我們知道 在今天雖然是元旦1月1號 大家可能都用比較輕鬆的心情 來迎接這個廉價 但是我們監督政府的力道 可不能就此輕鬆 我們要來看到 在今天2023年的元旦的早上 總統蔡英文是發表了新年談話 可是在這次的新年談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新美市議員 葉元之直接點名說 蔡總統整篇談話沒有一次 提到中華民國 而且今天是中華民國112年的元旦 居然不提中華民國 然後就發現蔡總統她的招牌 讀稿機一樣在她的左右兩側 可是她看得真的是太明顯了 但是這個通篇談話不像之前 一直在吹捧自己 可能是有發現現在民怨沸騰 所以如果再打正機牌 再打大內宣跟民眾的認知 有所出入的話 那麼現在民進黨潰敗的跡象 恐怕也是沒有辦法挽救的 但是在今天蔡英文在新年談話的時候 有特別的提到說中國的疫情升溫 所以只要有需要 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 可是之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說 大陸要提供幫忙的時候 那麼民進黨到底在抹紅什麼 所以現在民進黨都只會抹紅 都只會給人家扣上紅帽子嗎 還有有關於還稅於民 蔡總統有特別的提到 在國安會議當中 沒有提到恩貝券 沒有提到還稅於民 然後就發現 我們現在超徵稅收 這麼多到底要花到哪邊去 然後就有其中一項 是要來補貼台電的電費 可是就發現台電主要的虧損 都是來自於錯誤的能源政策 你這樣子到底要怎麼樣補貼下來 尤其說這一次要花1000億 來補勞健保的缺口 來補台電的這些缺口 但台電去年就已經虧損了 至少2300億 這一些錢真的能夠補上去嗎 是不是緩不濟急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 這超徵的這4000多億元 到底蔡政府未來要如何使用 以及有關於兩岸論述的部分 現在大家也都非常的關注 因為民進黨自己做出了檢討 就覺得說這次的敗選 兩岸的論述必須要調整 因此副總統賴清德 以及民進黨的代理主席陳其邁 他們不約而同 不喊抗中寶台了 現在喊什麼 和平寶台 所以中廣董事長趙少康他就說 綠營知道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會再大輸 因此現在口徑一致 要把抗中寶台改成和平寶台 就好像渣男說我的愛情很專一 就是一樣的好笑 我們看到這個趙少康的比喻 是非常的傳神的 那麼萊營這邊是怎麼樣來看到 和平寶台的這樣的論述呢 我們來看到台北市長蔣萬安 他就說 台灣要重視和國際社會的關係 也要和對岸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而台灣在國際也會越來越重要 會越來越安全 蔡總統今天也在談話當中 說要跟兩岸恢復這種溝通的管道 可是每次都一直在講溝通 實際上面的溝通 作為到底又在哪邊呢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說 民進黨每天喊抗中 現在終於發現 國民黨的路線才是對的 就是要跟兩岸和平共處 這樣子才是對的 但是民進黨的領悟 現在會不會太慢了呢 好 我們繼續要來看到 在今天其實有一些 滿特別的畫面 要來跟大家分享 畢竟在早上的時候 媒體就有問到蔡英文 有關於和平保台的論述 但是當時的媒體是問 蔡英文還有賴副總統 是希望他們一起來回答 有關於和平保台的 但是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蔡英文就看了身邊的賴清德 問他說 賴清德 你要不要先回答 或者是你要先回答嗎 但是賴清德直接是比了雙手 就請這一題由蔡總統 直接來回覆就好 因此最後這個和平保台的論述 就是由蔡英文來回答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會認為說 這一場記者會如果是專門 就是給總統蔡英文 發表新春談話的話 似乎副總統賴清德也不用講太多話 避免可能稍微搶到了蔡英文的光彩嗎 那我們就來看到時事評論員 黃陽明他說什麼 他說這一個行動 賴清德是用行動來證明尊英 也就是說沒有要逾越總統的奮技 但是這個是2023年 未來英德這兩個人 邁向全力交替的訊號之一 所以隨著2024的大選的時間 越來越近 蔡英文還有賴清德 他們在公開場合的舉動 就會越來越被檢視下來 當然賴清德被視為 是綠營2024的處居馬 推他出來選總統 連蔡英文都認證 他是一個好的人選 好的人才 那麼國民黨這邊會派誰呢 現在呼聲最高的 當然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那麼趙少康就說 現在侯友宜民調很高 如果他要選2024的話 恐怕連黨主席朱立倫 都擋不住 可是針對這件事情 侯友宜就說在新北 希望能夠竄起北台的發展 台灣共好 讓中華民國更加的和平穩定 整個在致辭或者是在受訪的格局 都是拉到了對一整個中華民國 為一整個的台灣來著想 而且今天他在元旦致辭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了俄烏戰爭 中美競爭以及全球關稅 等等的國際問題 台灣是不可能置身度外的 但是也絕不是強國的棋子 這個是有關於 侯友宜今天一早的談話的 相關的說法 我們再回來看到 在今天一早 總統蔡英文是早上的時候 先率領官員唱國歌 升級之後就發表了新年談話 他主要就是聚焦在民生跟經濟 也提出了四大目標 他希望能夠穩定物價 也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品質 可是所有超收的稅金4500億 有可能不會以普發的方式還給民眾 而面對兩岸關係 蔡總統也強調 區域的和平穩定 那麼戰爭從來不是選項 人斷升級 蔡總統首持國旗 率領副總統賴清德 台北市長蔣萬安等官員 一起走出總統府 在金美女中拔河隊等代表領唱國歌下 跟民眾升旗 迎接新一年 2023一開始 蔡總統發表冤難談話 強調政府未來經濟施政 包含減輕人民負擔 穩定民生物價 調整產業體質 跟維持經濟動能四大方向 尤其穩定物價 百姓最關注 從源頭補貼油電價的方式 來穩定物價 盡可能的舒緩物價活動 對生活的衝擊 一定是民生商品 比如說雞蛋的價格漲幅 政府會將特別關注 聚焦民生經濟 面對去年稅收超增4500億 外界期盼直接還稅於民 卻似乎一切都落空 我知道近來有人主張 要皆大歡喜 將這筆錢 平均分給每一個人 我們必須要畏雲抽牢 把保衛的資源優先協助高風險的 國人及產業 而外界關注了兩岸關係 蔡登通也隔海向北京喊話 對話合作穩定區域才是目標 尤其新一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年賀詞 沒有再提到統一兩個字 被外界視為是調子放軟 我也注意到 他是用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 但是我要提醒 台灣周邊的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並無助於兩岸的關係 也無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高喊兩岸要恢復健康有序交流 看到日前副總統賴清德 喊出和平保台 難道蔡政府的兩岸認數 將用和平保台取代抗中保台 不論是什麼樣的講法 目標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持續的維持 兩岸的和平穩定 蔡政府喊出給自己的任務 從穩定經濟到兩岸和平 新年新希望 全民等著看 藉由黃毅峻離旋 SNG小組 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發表了兩岸論述 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天晚間也發表了新年賀詞 內容再度提到兩岸一家親 可是有專家就分析 今年習近平的賀詞 雖然再度對台喊話 卻沒有提到有關於完全統一 被認為這個是語氣溫和 而另外在年初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要訪華 習近平也任命駐美大使秦剛 為大陸的外交部長 凸顯出新的一年 兩岸關係以及美中關係 都是北京政府的施政重點 迎接2023年 伴隨新年的第一道晨光 北京天安門廣場前 舉行升旗儀式 請大批民眾鬥場觀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三十一號發表新年賀詞 再度提到兩岸一家親 海峽兩岸一家親 忠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攜手並進 共創中華民族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 真誠期盼 全體中華兒女 攜手向前 共創中華民族 美好未來 比较2022年新年賀詞 今年沒有提到實現完全統一 外界解讀習近平語調變軟 回顧2017年到2021年的新年賀詞 習近平除了問候台灣同胞之外 都沒有提及兩岸 2023年的新年賀詞 是七年來第二度出現對台喊話 華富智庫更分析 拜登政府過度關注 台灣議題的軍事層面 會將北京逼到牆角 呼籲重回 維持台海和平的基調 多作少說 而習近平在發表新年賀詞時 也被注意到後方書架上照片更新了 放上了中共三代領導人的照片 包括和已故前領導人江澤民 和胡錦濤的合照 象徵傳承意味 另外更放上江澤民和朱鎔基 以及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的合影 習近平新年賀詞 除了再度對台喊話 最近更有多項大外交動作 包括和普丁視訊會議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氏 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確定年初將訪華 更是任命駐美大使秦剛 為大陸外交部部長 布林肯透過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 美方期待持續和秦剛有富有成效的工作關係 會持續保持美中溝通管道暢通 會以負責任方式管理雙邊關係 而繼李肇星 楊潔篪後 又一位大陸駐美大使升任外長 外界分析突顯大陸高層 對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視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針對今天總統蔡英文發表的新年談話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就分析 這一份文告雖然不像去年 一直在吹捧政績搞大內宣 但是總統承認自己有責任 然後到底要怎麼負責 怎麼檢討 怎麼改進 完全沒有說出任何具體的方向 這個元旦文告 如果我們要相較去年來比 就發現有趣的事情 蔡英文在去年的文告 講了很多的政績 或所謂的政績 譬如說我們又克服了四大公投 然後我們也有新南向 我們也有歐洲 我們還有什麼台灣的三大投資方案 然後經濟搞得多好 講了一大堆 講一大堆 今年為什麼都不講 都敗選了 你在講什麼講 你再怎麼講 也是吹牛 去年也講說我們的GDP高速成長 然後什麼大家多好多好 結果今年一個都不提 今年他只講說 未來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如何做 這也表示了民進黨在敗選之後 確實有了最輕微的反省 是幹嘛 至少不要再搞大內宣 至少不要再吹牛 這是蔡英文的文告當中 立刻可以體現的 可是不要再吹牛 並不表示他未來不會繼續吹 因為他只是現在沒有吹 你看他所列出來的方案 這些方案表面上 是他未來要下的功夫 但其實只不過是 對他過去所做的錯誤的一種美化 比如說面對疫情 然後蔡英文講說 我們有責任 總統要有責任 可是有責任之後的下一句 就沒有了 他說面對過去 我們上萬名同胞的死亡 面對我們的快篩缺 或我們的醫藥缺 所以我們各種醫療的資源不足缺 蔡英文就講說我們有責任 有責任之後沒有了 你期待他有什麼道歉 反省 或者是有更多的改進 也沒有 純粹就是我有責任 就結束了 他就像個太監一樣 講完之後下面就沒有了 總統蔡英文今天是從烏鱷戰爭 談到了兩岸關係 以及國防安全 再從全球通膨談到了國內經濟 但是有媒體就發現 2700字左右的人旦談話全文 只提到了台灣 沒有提到中華民國 網友對此就回應 好了啦 明明就不想要台獨 還在裝 還有網友點名 所以于北辰為什麼會點到他 因為根據了解 于北辰他曾經說蔡英文厲害 要中華民國也要台灣 把台獨淡化 而中華民國長大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把民進黨從獨的邊緣拉回來 但是現在聽到了總統蔡英文 今天的新年談話之後 請問于北辰要不要出來 也說說話呢 而另一方面 當然還有大家現在最關心的 到底什麼時候 有可能還稅於民 或者是還稅於民這件事情 已經胎死腹中了呢 財政部2022年稅收超增了4500億 出現了還稅於民的聲浪 那麼總統蔡英文今天就表示 將會朝向波普勞健保 等等的方向來使用 對此管碧琳就認為 今年發現金特別有理由 不需要擔心是否 未來會有比較的問題 第一是68.3%的壽星階級 他的薪資少於平均 這也是歷年來比例最高 而第二是台灣排名的房價 所得比是全球第14高 最後管碧琳他也提到 蔡總統所規劃的方案 改革理想高度遠見具足 但是現在人民的感受 顯示的風向是失落多於體諒 中天Youtube所有新聞直播和影音 在中天新聞網都看得到 中天新聞網加中天Youtube 一起壯大監督的力量 熱愛爬山的淑芬主播 如果用這款黑色運動瓶 來裝大拿鐵剛剛好 如果您也像千塊主播一樣 下班就衝更身旺 有一個能在辦公室和運動時 都適用的運動瓶真的很重要 像小麥主播一樣忙碌的上班族 這款廣口水瓶清洗起來 讓您省時又省事 簡約又時尚的水瓶 是工作與生活的小配件 讓蠟漆主播慧容 一整天都有好心情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真空懸蓋運動瓶 380ml 木核色 550ml 經典黑 380ml 拿鐵色真空 好喜杯 共3塊 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2023 中天Keep Going 希望大家繼續的用實際的行動 支持中天 讓中天一直往前走 所以現在要來跟大家推薦的是 Keep Going的真空運動瓶 這個有550ml 以及380ml兩款 那麼另外一款是380ml 拿鐵色的討喜杯 三款這個對上班族 或者是對喜歡運動的人而言 都非常的實用 所以如果您需要一個好用的 新的水瓶的話 同時又能夠支持中天 要一間二顧剛剛好的話 趕快可以到我們快點購的 中天文創專區來選購 也可以輸入的推薦代碼 CTI 587 額外都會享有優惠 當然也不只馬德有這個優惠代碼 我們中天所有的同仁 還有包括幕後團隊 他們都有一些特別的代碼 大家也能夠多多給他們支持 讓我們中天監督的力量 繼續的來走下去 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全球現場的部分 大陸從1月8號開始取消了入境之後 全員核酸檢測以及集中隔離 恢復了大陸民眾出國旅遊 由於大陸的疫情攀升 每日強化對陸客的入境要求 原來是決定不會特定加強 對陸客要求的國家 包括了英國 澳洲以及加拿大 但是這兩天也開始改變了政策 要跟進美國 澳洲政府在今天宣布 從當地時間5號凌晨開始 要求所有來自陸港澳的旅客 在出發前接受新冠檢測 並且在登機前出示陰性證明 而加拿大也同樣從5號開始 所有來自陸港澳的 兩歲以上的旅客 都需要在登機前 向航空公司出示出發前 兩天內的陰性證明 但是不限於是PCR檢測 或者是抗原測試 北韓官媒在今天公布了 昨天在平壤金日城廣場 民眾慶祝新年 以及觀賞煙火的畫面 我們就一塊來看 不過北韓在釋放煙火之後 隔了兩個多小時 在今天凌晨2點50分 發射了一枚短程的彈道飛彈 官媒更再度釋出金正恩和兩二女兒 金珠愛視察飛彈部隊的照片 金正恩就表示 南韓已經成為無庸置疑的敵人 北韓大量生產戰術核武的重要性 還有必要性 也要求2023年北韓應該要成倍的 增加核彈頭的持有量 尤其是另一套長城洲際彈道飛彈系統 金正恩同時也要求要研發射程 可以涵蓋整個朝鮮半島的火箭炮 而火箭炮要可以搭載戰術性的核武 美國印太司令部30號指出 有一架大陸殲-11戰機 21號在南海的上空 進入一架美國空軍RC-135偵察機 20英尺 大約是6公尺的範圍內 而且美中的軍機還險些擦撞 路透社就報導 美方就此向中方提出了交涉 對此解放軍南部戰區 在昨天發出了影片來反控 美軍才是危險的接近 解放軍所發布出來的影片 反控美方的軍機 所謂聲明是罔顧事實 純屬於污蔑炒作 更怒批美國軍機改變了飛行姿態 是嚴重影響解放軍的飛鞍 違背了相關的國際法 以及國際實踐 再把焦點轉回國內這邊 民進黨九合一大選慘敗 抗中保台的兩岸論述 就成為檢討項目之一 而最近包括了副總統賴清德 以及代理主席陳其邁 都不約而同 現在提出了和平保台的說法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在國民黨的元旦升旗典禮當中就表示 民進黨過去整天喊抗中 說國民黨和大陸交流對話就是賣台 現在終於知道他們的路線是錯的了 前總統馬英九則是說 明年選舉是戰爭和和平的選擇 四天前蔡總統宣布將議務延長為一年 我一向認為中華民國的國安戰略 應該要備戰 避戰然後謀核 備戰是一定要的 我們也認為國軍要充實備賺能力 但是蔡政府這六年來 推動抗中保台的政策 造成兩岸關係空前的緊張 也導致兩岸政策荒腔走板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這是民進黨執政的一大錯誤 明年的總統跟國會選舉 實際上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我們不只是要備戰 更要避戰 而避戰在交集方面要不挑釁 在積極方面要盡速開放小三通 才最能保障台灣的安全與民眾的福祉 我們要讓民眾知道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票投國民黨兩岸無戰場 對不對 民進黨說他把這個 有這兩岸論述抗中保台 有可能要改成和平保台 你怎麼看 民進黨終於 覺得國民黨路線才是對的 每天每天喊抗中抗中抗中 讓大家陷入一個兵兵戰危的 一個危險 民進當中 國民黨是加強國防 同時也要交流對話 民進黨過去說我們交流對話就是賣台 是嗎 今天連拜登總統岸田首相 全世界都希望能夠交流對話 現在民進黨終於發覺他的路線是錯的 但是還有一位現在正在參選立委的 可能還在走上上上四季的路線 我想賴副總統跟蔡總統 還有陳其邁代理主席 趕快提醒他 錯誤的路線要趕快更正 而蔡英文今天是強調 戰爭從來都不是選項 和平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對此中廣董事長趙紹康 在今天下午參加活動的時候就表示 聽到民進黨要從抗中保台 變成和平保台 不禁讓他不吃一笑 他直說民進黨就像是一個渣男一樣 還自稱對愛情很專一 也表示民進黨不放棄台獨 挑釁大陸 這樣的作為怎麼可能和平保台 早上聽說民進黨要把抗中保台 變成和平保台 我哭了一聲 笑了出來 這像說一個渣男說 我的愛情非常專一 民進黨的反中 抗中 恨中 然後他的台獨黨綱 都是造成台海之間 兵凶站圍的主要原因 那他不把這個放棄 他說我現在要和平保台 你怎麼可能和平保台呢 我們也歡迎民進黨和平保台 民進黨要做的就是第一個 公開宣布放棄台獨黨綱 然後賴清德公開宣布 他不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蔡英文也公開宣布 他不會再搞那個明獨暗獨迂迴台獨的策略 你這樣才能夠真的保台灣的和平嘛 對不對 你一方面去挑釁老共 然後一方面搞得很多賴清德又說自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那蔡英文雖然表面沒講 但實際上搞的是台獨的事情 然後你現在說我要和平保台 怎麼可能嘛 所以你真的要和平 很簡單放棄台獨黨綱 才能夠真的保台灣的和平 否則的話呢 我們這樣想好了 馬英九做了八年總統 兩岸風平浪靜啊 對不對 共存共榮啊 那蔡英文做了六年總統 搞得台海這個驚討駭浪 兵凶占尾 那你說誰能夠和平保台呢 所以我講說2024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就是這個道理 民進黨怕啦 他覺得哇 和平與戰爭 他趕快想擺脫這個戰爭這樣的這個罪嫌 他就趕快說我要和平 和平不是嘴巴講就和平啊 對不對 你一面做渣男 你們也要女生對你愛情專一很忠誠 有這樣的事情嗎 怎麼可能呢 好 我們有看到網友Carsis 他就說元旦文告 聽得真的是非常的心酸 然後林俊也說抗中保票 抗中保證騙台灣 抗中保年輕人上戰場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民進黨急著要滅火 急著調整他們的兩岸論述 從抗中保台變成和平保台 到底民眾會不會買單呢 當然另一方面 現在也讓民眾不太買單的 還有這個還稅漁民 現在蔡政府拍板了2022年度 中央政府抄征的稅收的部分 是3800億元 而這3800億元會區分成 三個面向來使用 其中的1000億就是要來撥補 勞健保基金財務的缺口 同時要挹注台電的資源 進行電價補貼 對此藍營就直言 你這個負債缺口這麼大的話 撥補幾百億元根本就無濟於事 藍營也指出過去六年 超征的稅收一兆1000多億 政府只有還債了7000多億 等於說剩下還有三四千億 難道都變成蔡英文的小金庫嗎 超過2300億 撥補也無濟一事 趕快檢討錯誤的能源政策 現在蔡英文卻要把錢用在 補貼在台電的虧損上 等於是間接的貼補這些用電大戶 至於勞健保的部分 更是應該把相關勞健保的漏洞 以及弊病先予以隔除 再給予補助 我想政府這兩年超收了8000多億 相關的稅款應該還稅於民 民進黨政府也應該說清楚 講明白這些稅款 到底過去用到哪裡去了 超征的稅收不是只有今年4000多億 去年也4000多億 那這些錢都在什麼地方 他說用在還債 也沒有 我給他查了 在過去六年當中還債只不過7000多億 而過去六年當中 整個超征的稅收有一兆1000多億 所以還有三四千億 到底是跑去哪裡 這變成是蔡政府 他的一個小金庫一樣 這是老百姓超征的錢 你當要還稅於民 我們不了解蔡總統 為什麼對於這個事情 這麼的一個排斥 難道他要與全民來作對嗎 好是不是跟全民來作對網友 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就說因為選舉要到了 手邊要留個閒錢 很好用偉大的執政黨 還有人高喊還我錢來 的確現在有1800億元 大家都希望能夠還稅於民 可是蔡英文卻說 要預留一定的裁員 以備不時之需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就分析 超征的稅收本來就是屬於人民的 超收的部分 就是你從老百姓手上搶過來的 本來沒有在這裡面 那他誤解了這個觀念 他剛好看到了 我們其實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他要去補勞健保 那藍教育這是你政策的問題 那其次第二個就是要補 台電的虧損 台電虧損到目前為止2600億 那這個是政策造成的 簡單講就是民進黨造成的 因為他的人員政策 讓我們整個核電系統 都幾乎就快退出歷史舞台 那有一些該研議的 他也不願意讓他研議 蔡總統他們因為 時報的過去反而到底的決心 然後他用來補貼台電 那試問接下來你要補貼多久 因為這個人員他不可能便宜下來 那我們也看到中油的虧損3000多億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主要是虧在天然氣 所以這完全是人員 他的政策錯誤 造成大家的負擔 那蔡總統把這錢扣在手上的話 其實只是增加他什麼 增加嫌疾的籌碼 我告訴你 你看4500億 說700億給地方政府 那你自己手上掌握3800億 是在做什麼 因為明年 就是今年就是嫌疾年 明年就要選總統了 那當然今年的大傻幣 手上一定要有很多錢 這個錢其實他就是要應用 在嫌疾裡面來分發給某些人 那我們其實都非常清楚 過去的8800億 已經用掉7700億了 然後沒有看到任何明顯的 包括審計部兩度 都覺得說你這錢用到哪裡 都沒有看到實質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不要再用 舌燦連發講一些漂亮的話 你這個錢你必須要退還給老百姓 我講很清楚 就是退還給老百姓 而不是使握在手上 準備用來做嫌疾的投資 或者來做一些 對自己有好處的一些分花 那這個錢一定是屬於老百姓 不是屬於你自己的私房錢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昨天是全台風跨年 花蓮2022的跨年晚會 同樣是非常的精彩 300秒的精彩煙火 吸引了上萬人來歡慶 而且歌手羅志祥 連續兩年壓軸登場 現場雖然是下起了香蕉大雨 但是氣氛依舊非常的嗨 羅志祥他還直奔到觀眾區 來跟媽媽來一個擁抱 你們今年的所有的行禮與心情 我們迎接新的一年 我們從這個心想事成站開始 那到了我們終點站叫做幸福美滿 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綜藝大姐大白冰冰同樣炒給力 搬出41年前的孔雀戰袍 重現秀場萬人爭讀的驚人演出 跟現場超煌日劇初戀的主題曲 First Love 2022花蓮太平洋觀光節 跨年晚會 原子少年戴愛玲 顏又婷等超人氣歌手 讓滂沱大雨的夜晚被熱情包圍 在花蓮是大家最溫暖的家 我們一起仰望同一面天空 歌手精湛演出300秒的翠傘煙火 花蓮縣長徐真偉 攜手太平洋觀光節創辦人傅崑綺 縣服團隊 還有台下整片螢光海 一起擁抱2023 走過2021、2022 不作美所以看得不是很完全 所以歡迎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稍待會跟大家來互動一下 只是在2023年的第一天 長榮集團就爆發了勞資糾紛 長榮行情的員工不滿年中 只有一個月超過200個人集體請假 導致今天機場航班大亂 連線給記者陳正邦 好的主播 豪源國際機場 集滿出國旅遊的人潮 不過今天長榮航空搬機大延誤 許多旅客要搭9點的搬機 等了一個多小時無法登機 還有小朋友玩手機打發時間 手機都快要完沒電了 旅客不知道要等到何時 乾脆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 問起班機言誤原因 航空公司只說文件沒有下來 完全沒有提到員工極力請假的事 他剛剛廣播他是怎麼講 他說好像是怎麼有個文件沒有下來 然後飛機還沒有過來 他說時間的話會另行通知 我不曉得就需要搬機延誤就這樣子 你們你在這裡等多久 就9點 9點鐘在這裡等了 這大飛機都會有機會延誤 但是什麼原因延誤不知道 希望可以快點可以上延誤 航空公司剛剛以為有廣播 沒有廣播啊 不知道什麼事 你們知道什麼事嗎 據瞭解因為長榮海域年終上看52個月 長榮航空也有三個月 但長榮航行空除年終只有一個月 引發員工不滿 傳出超過200位航行 這兩天集體請假 內部員工透露機場人力長期不足 公司苛刻福利 連請商家都要刁難 今年航空有獲利 航行是最忙碌的單位之一 確定集團最低的一個月年終 計程期續才會一次大爆發 長榮航空企業公會也發出聲明 要求機場人力要補足 先提高薪資水平 到上午11點 共延務出近31班次 入境16班次 約2965位旅客受到影響 由於影響班機不斷增加 桃園機場已成立緊急一面小組 維持航廈正常運作 長榮航空稍早也對部分員工臨時請假 造成旅客的不便表達歉意 以緊急協商其他的地勤公司協助資源 延務狀況已逐步趨緩 以上最新主播 全球華人接著下載 時事掌握 無遠復界 世界在走 翻爆要有 您可以更省錢也更方便 趕快免費下載翻爆APP 傳統報紙數位閱讀 中文時報 旺報 工商時報 不花一毛錢 一機再手 三份報紙一手掌握 這裡帶您搶先體驗 翻爆APP 免費讀報的第一神器 特別推薦給您 想背著背包自我放風出去走走嗎 人們真的很需要一個 和自己合拍的背包 一個粉紅色的背包 可以改變一天的心情 如果你幫他背背包 他會記得你的貼心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雙肩後背包 櫻花粉奶茶色兩款 內有夾層可裝notebook 即刻入手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中天文創Keep Going 2023系列 我們所標誌的精神 就是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 記得要帶著勇敢和膽識同行 縱使我們遭遇到千難萬難 但是大家不忘初心 朝著心中的鼓聲前進 永不放棄 在這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Keep Going的背景故事 Keep Going就是中天新聞 全體同仁在線上票選出來的 中天精神slogan 大家都懂 讓我們一起繼續前進 堅持下去 因此現在要跟大家推薦 這一款中天Keep Going的雙肩背包 還有多功能的夾層 可以裝筆電 非常適合學生和上班族 而且雙肩背包 它是能夠均勻分散力度 保護脊椎和腰部 對長輩朋友們也都非常的合適 兩款的顏色都是暖色系 我也非常喜歡我身上帶的 這個粉紅色的背包 所以歡迎大家能夠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CTI587 趕快把我們這個多功能的 後背包能夠帶回家 同時也是實質上面的 來支持中天 那麼剛剛有跟大家說 我們要來點點名 有看到這個哈姆太郎 他說昨天看馬德 昨天我在台北信義區的街頭上面 直播連續四個小時 帶大家來看信義區的人潮 當然結束之後 我還是在附近 來守著101的煙火 同時有看到林中天 黃全民 還有黃文燦Ben以及李源 當然我們昨天中天新聞團隊 也是北中南都有 直接到了現場 來跟各位談一下 這個跨年的人潮 但是其實不只台灣封跨年 全球都在封跨年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全球都接棒進入到了2023年 許多國家都是在疫情之後 首次的恢復實體的跨年活動 澳洲的雪梨是 秀出了10萬發的煙火 吸引百萬人入場 英國倫敦演火樹銀花大拼場 10萬張的門票也是秒殺 而被譽為地表最奢華的杜拜跨年秀 全球最高的哈里發塔煙火秀 絕美精彩程度也是不負眾望 澳洲雪梨搶全球投箱率先賣入2023 歡慶疫情之後第一個 沒有任何防疫限制的跨年之夜 港灣大橋雪梨哥劇院砸下1.8億台幣 噴出長達720秒鐘 10萬發煙火 超過100萬人現場觀看 一壯大煙火拼場的還有英國倫敦 大笨中鐘聲襯托下倫敦眼翻完花火變化完千 火樹銀花公佔夜空樹大就是美 加碼推出藍黃色系煙火表達挺烏克蘭 連續兩年取消的跨年煙火首途復出 10萬張要價550元台幣的觀賞門票秒殺搶光 儘管英國面臨能源成本物價上漲壓力 無損跨年晚會盛大規模 法國巴黎凱旋門煙火從地面噴發 深空引爆驚呼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香榭麗蛇大道重新擁抱跨年夜 人潮空前塞爆 以法師浪漫迎接2023 不過說到地表上公認最奢豪 最有土豪氣息的煙火秀非杜敗莫屬 全球最高哈里發塔展演828公尺長煙火 等同哈里發塔高度 煙火朝2500個不同方向發射 再配合4000瓦雷射光束 周圍噴水秀 總共向空中噴射8萬多公升的水 觸動344個水下機器人 展現石油復古的好氣 南岸首爾555公尺高的樂天塔 煙火規模雖遠不及台北101 配合七彩雷射光束投射 視覺小燕仍然吸睛 記者綜合報導 好像醫生應該要有一次到杜敗來 杜敗 到杜敗來看一下這個煙火 然後昨天有看直播的朋友 有人在問我說昨天在市府吃的蔥油餅好吃嗎 很好吃 然後還有店家送我們這個蔥肉餅 真的要非常謝謝我這麼多暖心的店家 看到我們這個新聞團隊出去採訪都非常的辛苦 就直接採訪完之後 直接送我們的一些暖暖的熱食來吃 也讓我們共度了2022年12月31號 非常難忘的一天 而至於在中東阿聯酋的跨年煙火 一向都是以杜敗哈里發達最為知名 但是今年阿聯酋的拉斯海馬球長國 決心要來一拼高下 12分鐘的跨年煙火秀 結合了600架無人機 以及煙火演出高度高達了1100公尺 面積涵蓋了4.7公里 打破了兩項金氏世界紀錄 我們就一塊來看這精彩的畫面 進行到夏小博 到夏小博 天鏡 火前渚 進行到夏小博 在電視上 原,被滾 被車長 被車長 注意了 这个男人太狠了 一天会洗两字头 所以刚刚有人说 我头发油油的 我一天都洗两字头 别这样 可能是光打下来的关系 好 我们继续要来看到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昨天发表了新年贺词 他在贺词的前半段 提到了经济发展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超过120兆元 粮食同样是丰收无余 并且鼓励民众 面对疫情防控 进入了新阶段 还要再加把劲 曙光就在前方 我国继续保持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经济稳健发展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超过120万亿元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 我国粮食生产 实现十九联锋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 我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养 采取减税降费等系列措施 为企业疏难解困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 因时 因事 优化 调整 防控措施 最大限度 保护了 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医务人员 基层工作者 不畏艰辛 勇意坚守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战胜了 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 都不容易 目前 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 曙光就在前头 大家在加把劲 坚持就是胜利 团结 就是胜利 来看到在宜兰 罗东的跨年晚会 在中山工人开幕 今年是跟村阙国际酒店 来合作 在24层楼的酒店 蓝阳平原的高空 绽放了300秒的4D烟火 现场更有多组 新声代的歌手 接力演出 最后是由OZ 压轴登场 一起迎接 2023年的到来 业者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来筹备 希望在未来 让更多人知道罗东的美 冲到300秒 绚烂夺末的烟火 照亮一望无际的 蓝阳平原 以兰罗东跨年晚会 跟村阙酒店合作 打造360度 四滴环绕 多色光珠烟火 让人陶醉在浪漫之中 度过2022 最后一刻 迎接崭新2023 结合在地地标 酒店业者要让大家看到 罗东的美 晚会在中山公园开幕 雨下了一整个晚上 但交不息民众的热血 由宜蘭高校生 进歌热舞朝热气氛 多组新生代歌手 接力演出 邱宇乐 徐伟翔 铁飞歌手李嘉威 最后由OZ 压轴登场 一起迎接 长达300秒的灿烂烟火 再由超人气女团 HUR 画下完美句点 宜蘭有特色 就是南洋平原 晚上有百万夜景 一天四季的话 有时候是山南 阳光 早晨 黄昏 都有不一样的景色 希望大家来宜蘭 来罗东 来春节 来观赏一下 2022 最后一刻 宜蘭县长 林姿庙 罗东镇长 吴秋林 跟着热血民众 一起度过 滂沱大雨 交不息的热情 星际酒店业者 誓言要让宜蘭罗东 成为更美城市 接着洪居民 陈思源 魏文宜蘭 采访报道 赶在斗内消失前 赶快来谢谢斗内 要谢谢纳美的斗内 他说 马德主播新年快乐 中天同学 幸福快乐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一定要比2022 都还要来得更好 继续我们要来看到 台北市长蒋万安 才忙完跨年晚会 和总统府前的升旗 就和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 同框出席了 剑走活动 柯文哲就说 因为他昨天 没有熬夜跨年 所以心情很不错 可是对两岸情势变化 柯文哲说 不论是抗中保台 还是现在民进党 想要转弯 变成和平保台 都证明 民进党没有中心思想 只是一只变色龙 2023 元旦一早前后任 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蒋万安合体出席 市府办的剑走活动 两人一起做早操 还护摇耳朵到笑出来 柯文哲心情好 原来是因为不用 熬夜跨年 躺在床上睡觉 春帮 蒋万首次去总统府 前升旗唱国歌 也透露和蔡英文 有互动 有跟总统去议 然后也互到新年快乐 但柯文哲上回去 却被罚站40分钟吹冷风 今天没去总统府 难道是怕又重演一次 举办的季冠 不得不起 现在不用了 政府抄争的1800亿 打算还学于名 但究竟是要发现金 还是恩贝卷各界朝翻天 柯文哲却痛批 这是政府在欺骗百姓 所以蔡总统在元旦 谈话上喊出要和平保台 柯文哲嘲讽一下抗中 一下和平 到底谁才是政治变色龙 那每次都讲一下 没有中心思想 我看民进党自己 才没有中心思想 变来变去 现任的市长柯文哲 不改大炮性格 猛攻蔡政府失证 也让元旦这一天 依旧火药味十足 记者西红路需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民众党中平会前 主委林树辉 日前宣布退党之后 在昨天2022年的最后一天 他突然收到了柯文哲的讯息 这个讯息的截图 都直接秀出来了 那么柯文哲就问他 职务捐处理的吗 那么林树辉就表示 自己按照制度来走 告知中平会决议 难道柯文哲只想要知道 中平会的主委募款 而度20万元缴了没吗 让退党的他真的非常的无言 当年怀抱着理想参政 如今居然落入这个金钱的陷阱 让人悲态 真的是年终的惊讶 来 这是我们2023的新年献礼 推出的CTI Keep Going 2023主播Shop的形象照 呈现和播报新闻 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们要来传递中天精神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把我们主播 各个的沙龙罩 都能够上中天快点 够的文创专区 把它带回家 因为主播一组 总共有四张照片 可以认明马德 把林晨佑供养在你的家中好吗 好 继续我们要来看到 演艺圈的焦点 金曲歌王翁立友 Only You 今天突然在脸书宣布了喜讯 同时也PO出了正妹老婆 穿婚纱的侧面罩 翁立友就感性地写说 未来要请翁太太多多指教了 艺人好友也纷纷留言恭喜 翁立友表示 被老婆的善良给吸引到 疫情期间感到人世间的无常 才加紧脚步完成人生大事 目前两个人已经完成登记 至于是不是先有后婚 以及什么时候宴客呢 翁立友就说老婆还没有怀孕 只要有心 行事并不重要 台湾的旅外好手张育成 挽洩参加经典赛 但是却因为他的列管球员身份 遭到网友炮轰 他是逃兵 对此张育成也在人诞深夜发文 吐露了心声 总有一天 每个人一定会为他鼓掌 所以台湾在今年3月经典赛 确定不会有现役的 大联盟球员来参赛 由于张育成目前是自由球员的身份 不巧又撞上兵役改回一年 他出生在1995年 也就是民国84年次 国防部指出83年到93年年底出生的一男 仍然是维持4个月的军事训练 而张育成的脸书最近都遭到网友大量的留言 请他快点回来当兵 而这一件新闻最后我们要来看到 台中大甲出现了 这个随机攻击事件 有一名女子在家门口 无故居然被人从后方 徒手殴打后脑勺重重一击 女子就脚软了险些倒地 而攻击的这些嫌犯 则是一脸嬉笑的离去 态度嚣张 戴战安全帽的女子拿出钥匙 准备开门 后方一名男子尾随向前出手 从女子的后脑勺打下去 我听到蹦一声啊一声 这种动作就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后脑勺被重重挥了一拳 女子瞬间脚软整个吓傻 如果我没有戴安全帽 或者是他有拿什么武器的话 其实后果就很可怕了 恐怖的随机打人事件 发生在跨年当天的大甲区 女子返家刚停好车 安全帽还没拿下 在自家门口拿钥匙开门 男子突然走进双手握拳 挥拳砸头得逞后 脸上带着笑容离开 有一次一大早六点半 我女儿要上学的时候 他要来敲我们家的门 去吓到我女儿 我先生有去驱赶他 也有请管理师去驱赶他 我觉得他这一次 可能有点怀恨在一起 在自家门口遭受攻击 被害人有轻微脑震荡 居民说这名男子 常常在大甲的街上徘徊 大家人心惶惶 你说因为我们是经营补习班的 他说小朋友来的时候 上下课 这样子的一种攻击事件 真的很危险 我们在查获这名冠前的时候 他是说他当下是 基于肚子饿的理由 不小心有跟民众起口罩 警方火速抓到打人的男子 他坦诚动手 被依伤害罪送办 但对当事人来说 在自家门口无端被打 这份惊吓恐惧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平息 这里是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北林七皇子 离王宗正无忧 个性狂傲不羁 行事不拘离法 国家强大从不依靠儿子 只有弱者才会依靠女人的裙带 拒绝与容乐公主的政治联姻 天意弄人 让她爱上了不一样的她 我感受到了此生的痛苦 我宗正无忧 此生便以真心相待 永不相弃 1月5日晚间8点 中天娱乐台 白发黄飞 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秘制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我是林家元 2023年我坚持思想是自由的 我是刘云秀 2023年我最爱原作是自由的 我是麦玉杰 2023年我希望选择是自由的 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欢迎收看中天整点新闻 你好 我是阿主播李沛轩 今天是1月1号 2023年的第一天 我们的1700是跟1600在同一个子评的 所以您刚刚在看我们的马德主播林辰佑 他的新闻的话 没关系不用再跑了 就留在原地吧 因为我们的1700也是在原地来举行 但也要跟他特别讲一声在新年希望您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另外身体健康是首要条件 至于在其他的工作或是在感情 都希望可以心向事成祝大家新年快乐 提醒大家加入我们的子评之后 我也看到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跟我说一声新年快乐 像是黄泉民 还有像是Kurthus 纳美 还有王朝铭 还有张崇宗 还有Sandy 麻雀兰 陈崇契 以及我们的Ray Scout 还有像是红钱粮 黄剑口香糖 烤地瓜 他要讲新年快乐就要打成新娘快乐了 没关系我看得懂 也感谢风啸啸 我们的网友何仙仙的斗内说 马沙拉地元旦快乐上班辛苦了 非常感谢你的斗内 我们的马德确实也挺辛苦昨天晚上还陪大家直播了四个小时 在今天除了播1600以外 等一下2000也会是他记得要锁定起来 那我们的中线新闻都不断点 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提醒大家持续加入我们的子评 我们等一下会再看有趣的留言 我会特别念出来 或者是在广告过后我也会再来点点名 还没有点到观众朋友我们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我会持续再点来看到郁郁还有Calvin Sin 以及EP还有陈咪咪喵 Gini感谢你们的留言分享 好那我们新闻首先要插播一下 在2023年的第一天 这长荣集团就爆发了劳资周分 长荣行情员工不满年终只有一个月 超过200人集体请假 导致在今天这机场航班大乱 更多内容我们连线给记者陈正邦 好了主播 豪渊国际机场挤满出国旅游的人潮 不过今天长荣航航班机大延误 许多旅客要搭9点的班机 等了一个多小时无法登机 还有小朋友玩手机打发时间 手机都快要完没电了 你等飞机等多久了 等了都一个小时了 大概一个小时到 有没有很无聊 有啊都快没电了 手机玩到快没电了 对对对 旅客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干脆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问起班机言误原因 航空公司只说文件没有下来 完全没有提到员工集体请假的事 刚管播他是怎么讲 他说好像是怎么有个文件没有下来 然后飞机还没有过来 然后他说时间的话会另行通知 我不晓得就说要搬机延误就这样子 你们在这里等多久 就9点 9点钟在这里等 这大飞机都会有机会延误 但是什么原因延误不知道 希望可以快点可以上飞机 航空公司刚以为我们有广播 没有广播 不知道什么事 你们知道什么事吗 据了解因为长龙海域年终上看52个月 长龙航空也有3个月 但长龙航行空除年终只有1个月 引发员工不满 传出超过200位航行 这两天集体请假 内部员工透露机场能力长期不足 公司苛刻福利 连请商家都要刁难 今年航空有获利 航行是最忙碌的单位之一 确定集团最低的一个月年终 继承期许才会一次大爆发 长龙航空企业共会也发出声明 要求机场能力要补足 先提高薪资水平 到上午11点 共延误出进31班次 入进16班次 约2965位旅客受到影响 由于影响班机不断增加 桃源机场已成立紧急一面小组 维持航下正常运作 长龙航空稍早也对部分员工 临时请假造成旅客的不便 表达歉意 以紧急协商其他的地情公司 协助资源 连误状况已逐步趋缓 以上最新主播 不过每次跨年都会有许多车辆 想要来围停在高架桥上 可以抢看台北101的烟火 造成了后方回堵相当危险 昨天晚上还没有到12点的时候 这细午高架桥上 已经有不少的车辆 违规停在路间等着看烟火 因为南向车道看不清楚 这往年的围停车辆 集中在北向车道 国道警察昨天动员了36车 59人来管制北向路间 想不到违规车潮 竟然出现在南下路段 也造成了塞车 这巡逻警方立刻鸣笛来驱赶 重罚带头围停的车主6000元 这警方表示将会检视 搜证录影画面 只要认定违规属实 将一律开单来告发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大家都会期待看看 今年的总统蔡英文新年文告 又要讲些什么内容 不过在今年全部都聚焦 在这几天之间 大家热烈讨论的还税于名 针对了这税款超收4500亿 在昨天召开的国安会议当中 已经初步规划了 不过大家比较好奇 也是4500亿 到了蔡英文总统 获胜知事行政院这边公布的时候 怎么已经变成3800亿 这还不止如此 3800亿 蔡英文总统她开版定案 会从三个方向来规划使用 换句话说 真正会用在人民实际 有感受上面的 大概只有1800亿的 全民共享方案 她说财政部 估2022年的税收 是超过4500亿 但必须要扣除掉 分配给地方政府的税收 这有700亿元 所以中央税收 大概还只剩下3800亿 我刚刚提到的 三个方向 将会额外的以1000亿的额度 会去拨补在劳保 1000亿的这个部分 则是 益住在台电进行的电价补助 那会预留一定的裁员 以备不时之需 在全球的经济高度 不确定的此刻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我刚刚讲错 应该是说 这一块是1000亿 而这一块所谓的预留一定裁员 以备不时之需又是1000亿 所以1000亿之后你就知道了 只剩下1800亿 大家就会期待说 没有关系 就算是4500亿 剩下1800亿也好 总可以发一点现金 或再不济 也可以发个什么什么券 来直接回馈或是还税于民吧 不过在今天这个梦被打消了 蔡英文总统说 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不过他最后钱是要花在刀口上 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了 哪来这么多 一来一去哪来这么多钱 是不是你从一开始的政策 就有问题呢 包含像是政大财政系的教授 陈国良他就提到了 超真的金额这么多 是不是就隐藏着税制 从一开始根本就不合理 蔡英文总统 从2016年上任以来两任了 超真的金额已经将近有8000亿 再加上今年的超真金额 加一加你看 可外是破兆元的 我刚刚是不是提到蔡英文总统 他拒绝发现金的理由 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他会用其他的形态 会再慢慢开会讨论 如何把这1800亿受贿于人民 那当然都是言议中 很多人就很担心了 你的钱花在刀口上为假 钱放在口袋里为真 还有人觉得说 如果是出自于蔡英文总统的嘴的话 还有人敢信吗 更有人封为这不管是3800亿 或1800亿也好 难道叫做民进党的大秘宝 而在野党又怎么看呢 尤其像是我们还有蓝营的政治人物 台北市长蒋万安他说了 应该要尽速的提出 你所谓的具体规划做法 要怎么样让人民有感 同样也认为要让人民有感 当然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这超征税收的利用 让人民有感是最为重要的 而一样 新北市医院业园制他则是说到了 超收税额要来补贴台电 无法还税于民这句话 是源自于错误的能源政策 否则台电根本不会造成这么多的亏损 而前立委孙大千则是降回的 从到尾的还税于民 恐怕就是因系立委所拱出来的假议题 这也被立委赖市保视为是公然向人民来拿钱 而包含的是前台北市长 现在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欺骗 哪有可能收支平衡 柯文哲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次听到的 不管是防疫特别预算 国防特别预算 这都叫做特别预算 这还不算在我们看到的支出里面 所以政府所说的收支平衡 根本就是说假话 因为首先你的收跟支 你的支根本就把一些特别预算 给稀释掉了哪来的收支平衡呢 我们看到蔡英文没有给答案 只强调会有具体方案 但钱到底会花在刀口上吗 根据财政部预估2022年 全国税收可望超过预算数 4500亿元 其中扣除应分配给地方政府的 税收700亿元 中央税收占3800亿元 这3800亿元所提供的财政余裕 我们会朝三个方向来规划使用 首先 除原本已经编的额度外 将额外的以1000亿元为度 拨补劳保以及健保基金的财务缺口 并且同时挨注台电资源 进行电价补助 而我们为了因应经济情势的变局 所提出来的第一波的七项方案 我们规划也以1000亿元为度 来支应这些计划出起的财务需求 第三 我们会预留一定的财源 以备不时之需 并且在财政许可范围之内 适时的来研议全民共享的可行方案 我知道近来有人主张要皆大欢喜 将这笔钱平均分给每一个人 但在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此刻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必须要位于筹谋 把宝贵的资源 优先协助高风险的国人及产业 来维持国家因应危机的任性 这个决定不容易 但为了国家 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们也要请国人能够理解并且支持 这个议题上面 蓝营的立委跟中王董事长赵秋康 都直批政府编列预算 本身存在了很大的问题 是否不实在 而过去民进党不愿发现金 而是印制这三倍券五倍券 根本就不变明 而且还造成更高额的成本 赵秋康也质疑了 民进党政府自称 超收了4500亿税收 都是自己吹牛的 超征你又不承认 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为什么一直每一年都会超征 因为连续超征两年 今年再下去就第三年了 表示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这表示政府编列预算 财政部在编列这个 征收税额的预算的时候 是不实在的吗 所以这个事实在要好好地检讨 民进党政府其实过去 一直不愿意发现金 而是用这个三倍券或五倍券 参考世界各国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便明 而且行政手续又麻烦 甚至行政成本也很高的情况 过去用三倍券 用五倍券要花二十几亿 来去印制票券 难道我们又要再次重蹈覆车吗 为什么这个民进党政府 永远是没有办法 跟人民站在一起 永远没有办法 是听到民众的声音 过去是用举债的纾困预算 现在是直接人民超收的纳税钱 这些不都是人民的钱吗 真的人民的钱要还给人民 还需要这样子三催四寝 我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想的是什么 你民党自己吹牛说 你的税收超增四千五百亿 是你自己讲的吗 去年超增四千多亿 今年四千多亿 六年超增一兆两千亿 这民党自己吹牛的 你自己吹牛你既然超增了 那就应该还税于民 你现在又不承认又不发 那你什么意思 这不是诈骗集团吗 这个金光党一样 这就是个金光党 这时事评论员董之森 董哥他也分析 其实蔡总统抓了这笔钱不放 是为了避免自己提前失势 希望把钱运用在接下来的大选上面 他所想的只有保住自己的权利 并没有考虑到老百姓 蔡英文是要把这个钱抓在手上 因为他现在有的就是 这个官位还有金钱在手上 才能让自己免于提早剥脚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钱他要怎么应用的话 就关系到2024年 他的钱其实一直没有用在刀口上 而是用在自己人身上 那些人大家都拿到好处 大家也记得小吃店可以卖快筛 那些往事 所以你总体讲起来的话 蔡英文今天把这钱扣在手上 死抓的不放 其实就是要抓住钱力 那我们国人的期待 跟蔡总统想的他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现在无所谓了 反正他也不在选举了 有这个钱的话 他可以让鬼来推谋 简单讲就是这样 蔡英文现在他有点 有点在一个浮沫他就抓住了 抓住最后的钱力 一定死死的不放 所以他美其林讲了一堆漂亮的话 说要劳健保 要台电 然后政府要有一杯金或怎么样 其实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我们看他过去对 钱瞻8800亿的钱 还有对防疫8000亿的钱 他的使用方式就知道 这个钱用在选举上的决心 他绝对不会平白的放过 因为下一次的选举 如果再赢的话 他的论文可以再封查个50年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 不账以后 民进党要败选了 那这个论文被公开的话 他无地自容他要跑去哪里 那是有刑责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蔡英文其实很多盘算 都是在为自己走响 那第二个走响 当然就是民进党要选赢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就丢到一旁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 蔡英文走响不是说 政府规划有部分 要溢注到台电资源去吗 东华大学的石正峰教授就说了 老百姓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蔡政府会用 五轨搬运的手法 利用绿南的明目 去绑他们的庄教 以前国民党有党产 然后他给地方派系的特循 最常见的就是客运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些所谓的社会人士 他们是用辣碗控 扎实 打麻嘎这些东西 那是硬碰硬的 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大家都有 但是现在民进党是透过 力能这个部分 来绑装 来服从 拿我们的钱 然后再无鬼搬运拿去给台电 其实这应该是可恶吧 这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政策 能源政策错误了 也是赤裸裸的拿国家的财产 去绑他们的特定的这次装奖 在2023年 你有什么样的新年新希望呢 各市政府都有不少的心智上路 台南市长黄伟哲则是宣布了 三项元旦新政策 生育奖励金第一胎 第二胎补助都是2万元 这名下没有房产 且这家庭的所得 低于是台南50%以下的地方补助购物利息 每户6万元 这青年创业贷款提高到200万 并补贴前两年的全额利息 黄伟哲表示呢 这疫情大家都辛苦了 要市民来成家立业 无后顾之忧 也可以让台南成为幸福宜居的城市 而我们再看到 一样也是2023年 因为他的心智要上路了 15大心智选在今天的元旦会上路 包含了金本工资的调涨 还有劳工保险 以及国民年金的费率调涨 最受关注的就是修正成年法定年龄 从20岁降到18岁 可以自行的租房签约 还有修退学 不用家长同意 这车机单也不会寄到家中 但不少人都认为 18岁其实还不够成熟 会不知道做哪些决定 会造成哪些后果 迎接2023年 台湾也有许多心智上路 其中最受关注的 就是修正成年法定年龄 从20岁降到18岁 从元旦开始18岁的高三学生 可以自行租房签约 开银行账户办贷款 修退学不用家长同意 成绩单也不用给家长看 视为有完全行为能力 我能用自主的感觉 就是其实18岁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 18然后就是还没有成熟 太岁跟他们讨论 在做决定 不少家长网友认为我付学费 却无法知道孩子成绩 孩子18岁如果要结婚 不用爸妈同意都觉得不太妥 不知道自己 做这决定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大学我们要辅导他 不是说他能决定什么 毕竟请又不是他出的 寄送成绩单部分 各校做法略有不同 政大配合民法修正 成绩单即发 本学期已暂停实施 新大上学年起 不再寄送成绩单 还是大人会将学士班成绩单 继至家中 但成年了 像是若签错合约 父母不用负连带责任 除了吃货也要自己负责 相关的刑事与民事责任与赔偿 另外元旦新制 还有基本工资调涨 26400元 时薪176元 饶保费率调涨 估1043万人受影响 还包括预额津贴不排付 非本国籍无健保 若确诊医疗都要自费 还有元旦期都要用环保循环杯 先至上路恐出现一段适应期 民众要多加留意 避免权益受损 记者李琴 杨宗燕台北报道 宜兰的罗东跨年晚会 在中山公园来开幕 今年跟村阙国际酒店合作 在24层楼的酒店 蓝阳平原高空 绽放了300秒的4D烟火 现场更由多组的新生代歌手 来接力演出 最后是由OZ来压轴登场 一起迎接2023的到来 这业者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来筹备 期望在未来让更多人知道 罗东的美 冲到300秒 绚烂夺末的烟火 照亮一望无际的蓝阳平原 宜兰罗东跨年晚会 跟村水酒店合作 打造360度四滴环绕 多色光珠烟火 让人陶醉在浪漫之中 度过2022 最后一刻迎接崭新2023 南洋平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有好山好水 有好空气 这是南洋的中心 罗东的闹区 今年刚好疫情过后 我想把南洋跟春节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跨年的烟火秀 结合在地地标 酒店业者要让大家看到罗东的美 晚会在中山公园开幕 雨下了一整个晚上 但交不息民众的热血 由宜兰高校生 进歌热舞朝热气氛 多组新生代歌手接力演出 秋雨乐 徐伟祥 铁飞歌手李嘉威 最后由OZ压轴登场 一起迎接长达300秒的灿烂烟火 再由超人气女团HUR 画下完美句点 宜兰有那个特色 就是南洋平原 晚上有百万夜景 一天四季的话 有时候是山南 阳光 早晨 黄昏 都有不一样的景色 希望大家来宜兰 来罗东 来春节 来观赏一下 2022 最后一刻 宜兰县长林子庙 罗东镇长吴秋林 跟着热血民众一起度过 滂沱大雨 交不息的热情 星期酒店业者誓言 要让宜兰 罗东成为更美城市 接着洪居民陈思源 魏文宜兰采访报道 这是你的政治现金 要进军政坛啊 想拉拢卓会长 成为自己人是吧 你把那个交易 现场录下来 女生 这是我对你的中心 你想出了参选室吗 还请卓会长 成为我老公的 竞选军事 周世林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跟我老实说 五年前 在和拉家的别墅里 发生了什么事 我到了明天 就会变得跟你一样 变得跟高恩组你一样 明天我会去找你 丫鬟 我们现在见面吧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六到八点 中天宇的台 安美若美白修护霜 闺蜜的背叛 说的话 真的很酷 发现真相 真的很酷 身上真意 真的很酷 传地善良 真的很酷 去除边界 真的很酷 这是我们一起 正在做的事 在中天新闻网 ctinews.com 线上见 这是抱着中天 keep going健身包的单身广 正常发挥style 提着中天 keep going健身包 小漏相间 这是张若鱼 鱼宝style 鞋尖背中天 keep going健身包 这是留营秀 秀秀style 帽踢加中天 keep going健身包 这是灵意错别字 赖正凯style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系列 运动副鞋带健身包 帅气黑 太空银 共两款 即刻入手 气障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 keep going 我们现在跟你推荐的是 中天 keep going的运动健身包 你们也都知道 中天 keep going 这是由我们的 所有的员工 一起选出来 最适合今年 2023的年度关键字 我们选出的是 keep going 会坚持走下去的 而这个运动健身包 它附有鞋带 非常适合 喜欢运动的朋友 鞋带是只装鞋子的带走 绝对不是 你要绑鞋带那个鞋带 不过两种颜色都很酷 我个人其实选不出来 我比较喜欢哪一个 因为当时我们也有拍 那只是每个人负责 最后被选上的商品不同 所以那时候我拿到这两个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 尤其一个是百搭 黑色很百搭 那其实这个太空赢的话 是非常的亮眼的 所以其实喜欢运动的好朋友们 都不容易错过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你也可以到快点购 中天文创专区来选购 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593 CTI我就杀可以额外享有优惠 也可以请大家来喝杯咖啡 那我要刚刚讲说这个 19分后我们就来点点名了 你感谢我们的核仙仙 红红豆还有 Philip詹 李清时 欧美方 Alicia 还有张家和 勿飞勿皇贺心 以及胖番薯谭智友 还有像是 忍者蛙 章鱼人 还有蔡勒马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燕怀婷 以及勿飞勿 富男 Briant 感谢大家都在里头 还有忘不了会来跟我们留言 然后有点互动 也感谢欧美方 还有像陈明雄说 这马总统下台 不要再执政了 你是在讲马维拉 不断在救驾吗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 针对我们的政治议题 还有其他的议题 都相当的关心 那也提醒大家 我们的子评 跟刚刚1600是同一个的 所以欢迎到我们的子评 来按个赞 那多多回看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再来插播一下 国际消息 这北韩的官媒 在今天公布了 昨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 民众庆祝新年 以及观赏烟火的画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不过北韩在这 释放烟火之后 隔了两个多小时 在今天的凌晨 两点五十分 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 官媒更再度释出了 金正恩还有二女儿金珠爱 视察飞弹部队的照片 金正恩更表示 南韩已经成为了 毋庸置疑的敌人 北韩大量生产战术核武的 重要性还有必要性 要求2023年 北韩应该要成倍 来增加核弹头的持有量 尤其是另一套的 这个长城洲际弹道飞弹系统 金正恩同时要求要研发射程 可以涵盖整个朝鲜半岛的 火箭头火箭炮 而这个火箭炮呢 要可以来搭载战术性的核武 中美军机21号 在这南海上空相距只有6公尺 美军印太司令 在30号先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美军侦察机 当时采取了闪避动作 避免碰撞 不过隔了一天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 发布了以飞行员第一 视角拍摄的30秒影片 反抗美国军机才是危险接近 但同时间 大陆的解放军海军 出动了航母山东舰 在这南海进行了军演 目标模拟攻击美国海军 在南海的特遣支队 美军破音RC-135侦察机 进入南海上空 解放军派出一架 歼11战斗机升空进行拦截 双方机翼距离不到20英尺 大约6公尺 险些发生擦撞 解放军南部战区 31号释出这段 以飞行员第一视角 拍摄的30秒影片 看得出来 中美军机相当靠近 心事紧张 但其实就在前一天30号时 美军印太司令 才指控是解放军军机 靠近美军R-135侦察机范围内 从美军视角来看 歼11还挂了四枚导弹 陆媒形容是空中凭刺刀 就在中美军机 在南海上空差点近距离相撞危险紧张之际 解放军海军更出动航母山东舰 在南海大规模举行军演 模拟攻击美国海军在南海的特遣支队 延续显然就是针对美国而来 美方的挑衅性危险行动 尽管美方重申在南海 是有合法航行飞行的区域范围 但大陆外交部怒批美方军机抵禁侦察 一年在南海侦察近600次 而原本担任大陆外交部长的王毅 现在升任为中央外事办主任 一号更以外办主任身份 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 表示2023年要全力保障援手外交 和回击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更要坚定妥善处理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争端 似乎也是预告对于南海争端 两岸议题 北京当局会更加强硬 记者苏贞荣综合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昨天发表他的新年贺词 他在贺词的前半段提到了 这经济发展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超过120兆元 这粮食同样丰收无余 并且鼓励民众面对疫情防控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还要再加把劲 这曙光就在前方 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经济稳健发展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超过120万亿元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联锋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 我们巩固脱费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 因时 因事 优化 调整 防控措施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医务人员 基层工作者 不畏艰辛 勇意坚守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都不容易 目前 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 曙光就在前头 大家再加把劲 坚持就是胜利 团结就是胜利 指挥中心规定 从今年的1月1号日 从今天开始到1月31号 搭乘中国大陆的4个直航航线 以及金马地区民众入境 都必须要做拓替PCR的筛减 上午搭乘厦门航空入境的 第一批旅客都很配合 而旅客说不会觉得不方便 2023年的第一天 上午从大陆入境逃机的航班 就是这般厦门航空 依据规定旅客入境 都需要做拓替PCR筛减 民众都愿意配合 也了解筛减的重要性 因为防疫规定 从今年1月1号至1月31号 达成中国大陆4个直航航线 以及靠春节交通状案 来台的金马地区民众 都需要做拓替PCR筛减 指挥官网必胜强调 旅客裁减后需返回住所 进行零加期自主防疫等待结果 PCR筛减报告会在一天内出炉 不会有确诊的爬爬噪的状况 如果筛减结果为阳系 需要做5加N居家照护 及自主健康管理 减体也会送往昏阳实验室 做病毒定序 医记者则维持零加期 自主防疫跟后续快筛 不过目前入境做拓替PCR筛减 并未包含从中国大陆 转机来台的港澳旅客 指挥中心表示 港澳地区疫情发展相对稳定 另外香港也针对大陆入境旅客 要求提供48小时PCR证明等防疫管制 会持续观察后续疫情发展 再决定是否做进一步管制 记者刘志展 周梦如桃园采访报导 给大家提振一下精神 就算你没有看昨天台北101的烟火 或是你各地所属地区的烟火 不过你一定很想看看 在国际上不同的烟火长什么样子 因为各国家接连进入2023年了 压轴重头戏 纽约时报广场 数以千计的民众挤入了广场 在这水晶球下面倒数 口罩几乎都脱掉了 很多国家也因为防疫闷太久 包含像是澳洲雪梨 英国伦敦都报复性的释放烟火 被誉为是地表最奢华的杜拜跨年兽 这绝美精彩的程度也不负众望 全球跨年压轴重头戏 纽约时报广场 重一千三百多公斤 五颜六色材质洒下 熟悉旋律响起 疫情爆发来 首次以正常规模举办 雪晶球换上新装 数千人有入广场 而澳洲雪梨抢全球投降 率先迈入2023 被誉为此生必须的烟火秀 疫情后首次没有任何防疫限制 港湾大桥雪梨哥剧院 砸下1.8亿台币 喷出长达720秒 十万发烟火 超过一百万人现场观看 以壮大烟火拼长的 还有英国伦敦 大笨中衬托 伦敦眼翻完花火 变化万千 火树一花 攻占夜空 树大就是美 加码推出蓝黄色系烟火 表达挺乌克兰 连续两年取校的跨年烟火 首度复出 十万张要价 五百五十元台币的 观赏门票秒杀抢光 而法国巴黎凯旋门烟火 从地面喷发 升空引爆惊呼 详细离车大道 重新拥抱跨年之夜 以法式浪漫迎接2023 地表公认最奢豪 最有土豪气息的花火 秀飞杜拜莫属 全球最高哈里发塔 展演八百二十八公尺长烟火 等同哈里发塔的高度 烟火朝两千五百个 不同方向发射 再配合四千瓦的 雷射光束 周围喷水秀 总共向空中喷射 八万多公升的水 出动三百四十四个 水下机器人 霸气展现石油 富国的豪气 记者综合不得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今天凌晨报道 亚洲跨年烟火时 至少有三次将台湾 跟台湾给混淆了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CNN台北分部主任雷普利 在台湾时间凌晨一点的连线时 画面播放的是 台北101跨年烟火画面 但标题打的却是 泰国首都迎接2023 接着一次在这凌晨三点半左右 CNN播放曼谷跨年烟火画面的时候 画面右上方标明的 施放烟火地点 却物质成了台湾曼谷 CNN物质字幕截图 立刻在网路疯传 很多推特网友留言讽刺 说CNN台湾跟泰国分不清楚 一名网友还说 有看过许多人 把这台湾跟泰国搞混的 但台湾曼谷 这样的一个结合 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刚提到美国军方 在上周指出 在本月21号 美国军机跟中国的海军战机 在南海相遇 这中方的军机 做出了危险动作 不但南海有激烈的对峙 这共军近期 对台海也不断的 绕台来施压 更多的精彩分析 请您锁定 今天晚上11点钟的 世界越来越炉 2023年战事登场 新年一年 最受外界瞩目的 莫过于福袋了 花小钱就有机会 中大奖 7-11福袋售价分成 299元 还有1699元 五种的售价 所有的福袋 皆可以抽大奖 差别在于抽奖的次数 内容物 还有红包带两个 骂沙拉蒂等等 而另外全家的福袋 则是200元到999元 不等 投奖有300万元 还可以来抽抽兵士 这元代廉价 不少人外出走走 像是到了云林 这海沙里花海 是全台十大花海警官之一 有波斯菊 向日葵 夏日草等花种 这色彩缤纷 亮丽 吸引了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而另外在彰化的秀水 玉林宫旁边 同样也种植了 一大片的波斯菊花海 仿佛是大地的屏幕 粉色白色紫色 组成的三色波斯菊花海 随风摇曳显得格外浪漫 游客拿手机捕捉美丽瞬间 或是穿梭花海中 留下难得身影 大波斯菊 大波斯菊 怎么样 给你的感受怎么样 很漂亮 很漂亮 元旦这天 民众一大早来到云林刺瞳 欣赏花海 除了有波斯菊花 还有向日葵 种植面积超过十公顷 非常壮观 想赏花 不只在云林 同样吸睛的景色 还有着 一整片缤纷花海 色彩鲜艳 仿佛是大地拼布 美不胜收 颜色很有层次感 就平常看到都是单一种颜色 那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层次 就感觉很漂亮 元旦的第一天 可以看到这么美 一整年下来一定会很开心 到处都是百花振放 令人流连忘返 彰花秀水 玉林宫堂 种植了一大片花海 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让美丽炫开的花朵 迎接新年的第一天 记者廖文斌 陈广瑞 王百英 彰化云林采访报导 刚刚那个福袋可以抽的是 汽车的马沙拉电影 你是抽不到我跟林晨佑的 至少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加码送出 这真的太昂贵了 光瓶999 还想抽到我们啊 开玩笑 好了我们另外来看到 其实在元旦有很多人要去抽钱目 在南投的子南宫 每年元旦都会来发放新年度的钱目 而为了要抢这兔年版的 这子南宫前面就人山人海 大排长龙 队伍还绵延了十公里 抢头箱的民众提前四天就来等 而搭帐篷 露宿 街头他们也不喊苦 截至在今天早上的九点为止 人潮就已经破了四万 而且还持续在增加当中 预计这首波的发放 会有超过十万人来领取 然后子南宫元旦一早人声鼎沸 排队人龙从庙前一路延伸 绵延超过七公里 超可怕的 也有老的轮椅坐着 也有又娃娃车里面睡得好可怜 人真的超级多 就算飘着小雨也不退缩 有人特地从台北南下 带着女儿排队 就是为了要抢兔年前目 免得它有每个不一样 就是每个都会顺着下 一直下 然后因为中间如果断掉 我就觉得就是擦了那个 我就觉得很可惜 都都滚这里了 那怎么没看 对啊 帐篷当然没看 一只帐篷纸板 露宿街头的工具都准备好 沿路看过去帐篷就有上白顶 因为他们都不只睡一晚 抢头像的民众整整提早四天 28号 28号就来了 是为了什么 为了那个金姆 台姆 台姆 排在后头的阿姨们也差不多 28号就从彰化跑来南投 他家两个都没人去做 他就想要 来来出出的 出来吃吃 如果在油腩 如果在出头 今年的元旦出了钱母 前4000多位民众 还有小金蛋金戒指等礼物可以拿 我的手会什么 主委 还有扇金2000块1000块 还有就套币 套币是加拿最多的 截至上午9点之前 子南宫前已经突破4万人排队 人潮还在持续增加 妙方预计元旦当天 会有超过10万人 涌进庙里 封抢前目 最终想 韩津鑫山景城 SNG小组 南投采访报导 加强口腔清洁就交给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获得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 辅助清洁牙缝金的死角 维持口腔健康 预防牙周病发生率 快点购 有家组合热销中 请上网搜寻 快点购 数位中介法会不会卷土重来 很多人开始在问 中天关台满两年 你知道两年来有些新闻 在电视新闻台和绿媒 通通看不到吗 谁谋杀了言论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专题 记录最黑暗的时代 仰望最细微的光 请网路搜寻关键字 谁谋杀了言论自由 或到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找到播放清单 全系列五支影片 一次看懂 让我们一起把真相传出去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新年献礼 推出CTI KEEP GOING2023 主播ShopJob 呈现和播报新闻 完全不同的风格 来传定中天精神 支持中天 支持你喜欢的主播 请上快点购 中天文创专区选购 一组四张 开放预购中 千万别错过 就发现我们之前这次 出了很多关于 KEEP GOING不同的商品 那也避免让观众朋友们 觉得说好像只有几款 可以选择 我们甚至连照片都卖了 拍了就拍了 而且每一张因为太好看了 导致我们干脆就 无私全面的释出吧 我自己在哪里呢 我看一下 其实我的戴帽子这张照片 就我们长官是跟我讲说 他很喜欢这张照片 但是因为当时 我的马尾绑得很高 所以帽子没有办法戴得很低 不过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我的水壶罩 或是我也有跟这个包包一起拍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不勉强啦 但如果你喜欢我的照片 或是你有喜欢其他几位主播的照片的话 欢迎来采购 当时其实在拍的时候 刚好我的前后 刚好是经历了雅婷主播 我只能说有一些人 他是一文清起来 真的那个魅力是没有办法 无人能敌的 我连用手机帮他随便拍几张测拍照 真的一张一张都是大明星的感觉 所以每一张照片我自己都看过 都很精彩 而且都把每个人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像是我就呈现一个背面状况 因为赌神是绝对不转正面的 但是其他主播 不管是有清新风格的 有活泼风格的 甚至文清风我不断强调来强调 就雅婷主播真的是赞赞赞 大家如果想要去做remix版的话 记得可以到我们的快点购来采购 而且竟然新使用我们的推荐代码 CTI59砂 额外可以享有优惠 我们也要点点名 先感谢观众朋友的抖内我刚刚有看到 包含像是圆滚滚的美鱼 说像他主播下午好 非常感谢你的抖内 你感谢何欣欣用抖内的方式 送我一支玫瑰花 感谢你送我花 因为你刚才知道送我花 所以我超紧张 我说千万不要再送东西过来了 大家理性消费 还有这个我们的网友Angela Angela 不好意思 Angela你的抖内 她说正义之声Keep going 她说我是你心中的侠女love 非常感谢你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点点名 在我就以导播组的留言 下面开始点 像是这个 三川菜渣粉 然后吕吕吕 许67012 陈明熊 还有何仙仙Philip瞻 物飞物理员 V说怎么没有寿方姐 我在猜那时候寿方姐 应该刚好在收假 所以没有拍到 那我不确定是不是 但如印象中可能是 还有这个瑤瑤 以及我们的陈世时 永保安康 Charles TK 青山招别墓海剑 感谢你 还有像是这个 北同城之内 非常感谢你 是喜欢我的照片 感谢SLY的这个留言 还有秋刀鱼 爱阿框的1077 以及风无音 查尔斯 老朋友 还有像黄文燦 以及我们的林丹尼 还有像新乐园 这个感谢化妆师 摄影师一流拍的真美 主要是我们的主播们 他们的气场也真的有够强 随便一摆都是pose 还看到了有一位 正在我正对面的马德爱破音 他跟我说午安 我不太确定他等一下要做些什么 我也是满害怕 既昨天拿那个彩花下死 简直好之后 等一下会不会拿大龙炮 希望先不要 在公司先不要放炮 不管是哪一种放炮都一样 当然我们要关心一下 比较正经的议题了 来看到在台湾公股银行的 连带踩雷 钱会不会因此而打水漂呢 过去发生过这连带变成了炸带 庆福案28亿元的呆帐 还有远航案22.5亿元的呆帐 以及台湾史上最大的炸弹案 都有一个高官涉案 叫做廖灿昌 他违法涉及了庆福案炸带之后 行政院长苏珍昌还可以一路提拔 为他开路 还升官为第一金控的董事长 来看看我们费用泰委员的独家内幕 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有53%民众认为 院长该下台不能再拖了 另外今天跟总统合体 被认为是总统来帮助隔回保卫战 想问院长怎么看 行政院长的工作 就像是一个挑着很重的担子的人 挑担的人没有办法讲话 也没有办法去对外界的批评 回嘴 因为担子实在非常重 这个伟大的苏珍昌院长 他曾经启用一位人才 他说用人为才 但这位人才竟然光线在零零总总 就已经有三件的连带的炸弹 包括远航 润银案 大家还记得吗 还有烈雷件那个案子 这三个案子加起来就70亿 70亿 只有这三个就70亿 三个连带加起来几百亿 这是变呆账了吗 那银行的钱真是好掏空 那这是也是存护的钱 人民纳税钱 这个真的摇头 要参照这个人 这个人这个是一个传奇人物 2017年因为庆富案下台了 到了2018年 不是民党县市长选输了吗 对 赖清德就辞职 行政院长辞职下台了 负责下台 然后马上接的是谁 苏贞昌 苏贞昌马上上台以后在 这也是我在才5月那么久 我看到这第一次的 另外一个案例 在2019他刚 苏贞昌刚上来没多久 他当选政院长上来没多久 在清明节 那是一个周末 在清明节周末 突然发布了关股银行的起步董董 谁发布的 行政院发布的 然后隔了一个礼拜 我们质询当时的财政部长苏建荣 对 苏建荣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公开的承认 他不知道这个人是 他不知道 而且利用放长假 好像三天的廉价 用三天的廉价行政院发布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很奇怪 财政部长不知道 然后赫然发现 这有点 这个廖灿昌应该要被查 要被关的人 居然升级了 是 刚才讲几个奇怪 第一个 行政院发布 第二个财政部长不知道 第三个用 不能讲月黑风高了 用周末 周末 行政单位在放假的时候发布 这三个你不觉得很怪吗 再加上廖灿昌 刚在 刚一位幸福安下来了 应该要被关 要被抓 要被调查的人 突然崩 大比何况还要大的心意清控 来当董事长 对 换到更大的 我这样子把这样子的描述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是什么原因 一定要苏贞昌用它 而且他要亲自的发布 还要突袭式的发布 这叫匪夷所思 我们回来关心蔡英文总统 在今天早上发表的元旦文告 他强调了战争从来不是选项 和平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而中广董议长赵兆康 在下午参加活动时他表示 听到民进党从康中保台 变成和平保台 不禁让他扑吃一笑 直算民进党就像一个渣男 自称他是爱情专一 更表示民进党不放弃台独来挑衅大陆 这样的作为要怎么可能来和平保台呢 我早上听说民进党要把抗中保台 变成和平保台 我哭的一声笑得出来 这像说一个渣男说 我的爱情非常专一 民进党的反中啊抗中啊恨中啊 然后他的台独党纲啊 都是造成台海之间 兵凶站位的主要原因嘛 那他不把这个放弃 他说我现在要和平保台 你怎么可能和平保台呢 我们也欢迎民进党和平保台啊 那民进党要做的就是第一个 公开宣布放弃台独党纲 然后赖清德公开宣布 他不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蔡英文也公开宣布 他不会再搞那个民毒暗毒迂回台独的策略 你这样才能够真的保台湾的和平嘛 对不对 你一方面去这个挑衅老共 然后一方面呢 这个搞了很多 赖清德又说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那蔡英文呢 虽然表面没讲 但实际上搞的是台独的事情 然后你现在说我要和平保台 怎么可能嘛 所以你真的要和平 很简单 放弃台独党纲 才能够真的保台湾的和平 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样想好了 马英九做了八年总统 两岸风平浪静啊 对不对 共存共荣啊 那蔡英文做了六年总统 搞得台海这个惊涛骇浪 兵凶战危 那你说谁能够和平保台呢 所以我讲说 2024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就是这个道理 民进党怕啦 他觉得哇和平与战争 他赶快想摆脱这个战争 这样的这个罪嫌 他就赶快说我要和平 和平不是嘴巴讲就和平啊 对不对 你一面做渣男 你一面要女生对你这个爱情专一 很忠诚 有这样的事情吗 怎么可能呢 2023年这文化大学的讲座教授杨永明他表示 美中的新冷战已经在地缘政治还有科技战 贸易战层面来展开了 台湾问题会成为中美对抗的热点 也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而台海和平的关键包含像是 他们发生的代理战争几率会升高 以及台湾总统大选呢 这无论蓝绿何者当选都会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两岸关系命题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应该会更强意的来主动处理台湾问题 明年的总统大选也就是应该说 2024总统大选是战争和平的一个抉择 而台湾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 台北市长蒋万安呢 才忙完了跨年晚会和总统府前的升旗 就和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同框出席见走活动 而柯文哲也被问到关于两岸情势的变化 他说不论抗中保台还是和平保台都证明了 民进党没有中心思想只是一只变色龙 2023元旦一早前后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和蒋万安 合体出席市府办的见走活动 两人一起做早操还互咬耳朵到笑出来 柯文哲心情好原来是因为不用熬夜跨年 躺在床上睡觉 身旁 蒋万首次去总统府前升旗唱国歌 也透露和蔡英文有互动 有跟总统去意 然后也互到新年快乐 但柯文哲上回去却被罚站40分钟吹冷风 今天没去总统府难道是怕又重演一次 举办的机关不得不去 现在不用了 政府抄争的1800亿打算还学于民 但究竟是要花现金还是恩贝券各界朝翻天 柯文哲却痛批这是政府在欺骗百姓 所以蔡总统在元旦谈话上喊出要和平保台 柯文哲嘲讽一下抗中一下和平 到底谁才是政治变色龙 他每次都讲一下没有中心思想 我看民进党自己才没有中心思想 变来变去 现任的市长柯文哲不改大炮 性格猛攻蔡政府失证 也让元旦这一天依旧火腰味十足 记者先红路续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当我们大家在期待 这农历年即将到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弱势族群 他们因为疫情以及身体状况 受到了冲击 连带影响工作 这安德烈的慈善协会 在今年预计将帮助5600个家庭 但是截至目前仍然有 1008个家庭年菜没有着落 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 2800元 民众只要捐助 就能够为这脆弱的家庭儿少 还有年长者预备这份爱的礼物 而且2023年的第一天 在台南就发生了死亡车祸 有一部自小客车 它行驶到了台17线 新围抽水站附近 高速撞上了桥墩 导致车上四个人被抛出车外 造成两个人死亡 铁灰色的自小客车 车体严重的毁损四轮朝天 几乎看不出车型 强大的撞击力道 将这车上的四个人给抛飞 车上还有一个人受困 锦销货报到场之后 发现其中一男一女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另外三个人分别轻重伤 这包扎之后 分别送往医院来救治 送走2022迎向2023 不过2022有很多值得回顾的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就改编了林佑佳的说谎 唱给民进党听 而通常还有包含像是 两位台北市议员 徐晓鑫还有游淑慧 哇三个人大展歌喉 已经简直要组成一个新的团体了 对对对对到你的心 对到你的人 对到你的情 对到你的无公理 哦 不错哦 欢歌只是人心 歌路 闯闯 吹没酒来后 哇哦 会去人 别再来 担心对我讲话 啊 乱乱乱 努凌的是豆腐醉 为你破碎 凌云将帝尉 新竹棒球场 时而一两场 剪裁碗后 新竹师就没了正副市场 我好多学长 金棒提名国法说榜单 名同老师你说怎么办 我没有说谎 学轮回黑响 全党都搭上 这台十字列车 结果还是装 明镜当不晃 难道你要偷给过明当 谁知道最后见下碰杀 一点都不会累 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 我现在的心情和气水也会坠 完全都不会疲倦 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 我现在的心情轻的好像可以飞 OK OK加入我的行列 OK OK白天跳到黑夜 Always always快乐不会吃亏 No way no way 谁也别想拒绝 黑夜的三个半夜 Ço 看我干嘛我没有要唱喔 不过我们来讲 今天这个迎接兔年 总统府特别制作了总统副总统的贺年卡 春联红包带福带 希望可以传达新春的祝福 而大批民众 抢先排队进入到了总统府 总统蔡英文 还有副总统赖清德 也亲自的发送春联给民众 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它将发放到1月19号 数量有限送往未知 今天蔡英文走后上午出席的 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之后 她发表的新年谈话 在那个任容 前立委孙大清就认为了 蔡英文在府内谈话 可能有读稿机 看起来没有太多只之物 我想当然有读稿机的话 蔡英文总统的发言 就不会有太多语助词出现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不意外的地方 那么既然有读稿机 大家恐怕就没有办法 再听到很多那个呃呃呃的出现了 那第二点就是当然 她的内容跟我们原本预期的差距 并不太大 那么说实话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民进党或者是蔡英文 现在所能够端出来的菜单 也相当的有限 所以在两岸问题上 当然还是在一条保守的 听起来相对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论述上 来进行发言 那么在国家政策上 当然他们会凸显在经济上的一些成就 税收上的增长 那么但是这些东西 事实上要引起民众的共鸣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容易 那更如同我刚才先前提到的 就是蔡英文总统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针对两岸关系的发言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保守跟稳定的 但是问题是她的所作所为 跟她的发言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这样的发言能够得到两岸之间的和平 或者是安定 相对事实上看起来并不太可能 因为民进党跟这个北京政府的互信 已经是彻底的被破坏掉了 那么是民进党自己一手破坏掉的 所以我想这篇元旦的这个谈话 大家就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因为事实上对于实质上的改变 并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效果 没看过这样的沙沙 原来运动帽戴起来可以那么性感 一顶运动帽 看见中天小金星家瑜另一种宫情 粉红色特别适合 全民在幸福里的奇教官 小豪主播安静下来 把C位让给运动帽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系列运动休闲帽 个性黑 樱花粉 奶茶色 三环配色即可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我是辣机主播何慧荣 2023年我最爱心境是自由的 我是沙主播李沛轩 2023年我坚持颜色是自由的 我是马德林全佑 2023年我喜欢思想是自由的 我是李嘉宇 2023年我希望说话是自由的 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2023年第一天 1月1号元旦